哈喽,每日都更新的君君来了 这段时间,于书欣的新剧《两个人的小森林》一经播出就在网上掀起了很高的热度 这部剧是一部女追男的现代偶像剧 在这部剧中,于书欣饰演于美人上演《美妆博主》 倒追禁欲植物学教授张冰冰饰演的庄宇 从剧情来看,《两个人的小森林》讲述 于书欣饰演的于美人曾就读《鸟类学博士学位》 更对致力于研究黄浩浩培育的植物学教授庄宇有好感 但男方放话,毕生献给科学研究 对世俗和社交冷感因此伤害于美人 转行当美妆网红的她决定上演色又复仇大忌 结果再次爱上男主的故事 在《女追男逃》的过程中,女主闹出不少笑话 但两人最终化解误会,不仅相恋,更携手保护环境 剧情欢乐且节奏紧凑,是个下饭喜剧 《物理言好美妆网红于美人》这个角色 于书欣自备300套华服劲道剧组 首播六集狂换30套服装,让观众大赞赏心悦目 不过她和前部作品《苍蓝爵》仍断不开关系 首集她被逼着相亲的对象竟是苍蓝爵 饰演东方青苍的护卫、商雀、林博瑞 另类联动,让网友笑翻 但也有苍蓝爵剧迷不满,被蹭热度 9月15日,于书欣新戏首播,身为《苍蓝爵》前男友的王鹤地发文为她宣传 与美人打高团排面整起 另外张灵、贺许、海乔、郭小婷、林博、瑞许、凯白鹿、龚俊 也转发她的角色介绍文替她应援 张彬彬则又一起合演 思藤的景田为她加油 庄教授的课要听起来看起来 另外杨阳、林、依陈、罗云西、雷佳音、魏大勋也帮忙宣传 显见男女主角在圈内人员极佳 于书欣和张彬彬9月15日合体直播陪粉丝追剧 二人互相模仿彼此讲话方式 更隔空对唱《小森林》片尾曲好像都一样 于书欣笑说起初为了和张彬彬拉近关系 竟然问她 你愿意加入我的小十六吗 甚至从她相当稀有的清签写真集 但也爆料 张彬彬的剧本封面是她自己 张彬彬则自嘲会让人觉得有些自恋 于书欣在剧中上演卸妆秀时常以素颜出镜 虽然有些憔悴惨白但肤质还算不错 也让剧迷大赞很真实 剧中她不仅是美妆网红 同样也是鸟类学博士 她为了凸显角色转换 花了很长一段时间细细琢磨职业与造型的关联 更和团队翻阅各大时装品牌三技行路 才挑选出符合角色定位的服装 网友夸她能为角色做到这样真的很敬业 出道九年的张彬彬曾是姚蜜旗下艺人 代表作有微微一笑很清诚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小女花不弃 去年和景田更因奇幻网络剧斯腾打响殖民度 29岁的她今年虽离开姚蜜打造的家型娱乐 但人际事业持续看涨 目前微博拥有逾1700万粉丝追踪 和于书星名气粉丝数颇为相近 由于这部剧是一部既属于都市恋爱又带有校园的题材 男女主其实从大学生时代就已经认识 因此这部剧的一开播在话题上就非常具有吸引力 虽然这种话题的剧本现在有很多 但是能够在一众剧中成功脱颖而出的剧却少之又少 女主于书星可以说在这部剧中是本色出演 因此这部剧从头到尾就本着一种爆笑的画风 男主属于高冷天才 女主属于人间作惊 不少网友十分期待这两种人物的碰撞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两个人的小森林播出后 虽然火速登上猫眼网络热播排行榜第四名 不过豆瓣上评价相当两极 有网友评价说都2022年了还能看到这种剧 于书星有毛病吧 剧情有好多老狗 女主做作男主油腻 于美人什么时候之名字 资本家金主数据 百万粉丝科学科普博主顾友荣 针对张彬彬 穿着西装到野外看紧的花絮罩提出质疑 植物学教授在野外一般不穿正装 哪怕是休闲款的也不穿 当然不排除有既不差钱 又需要随时保持风度的教授 该网友更指 植物学家没事不会带着放大镜外出 除非是想在户外烧蚂蚁 加上该剧是女主角般男主角 找到黄花薅而定情的故事 黄花薅都要人帮忙 咱能找到的话 这男的绝对当不上植物学教授 但也有粉丝认为无所谓 反正就说了放松才追剧 不在乎剧情和人设 是否必须严丝密合 18日上游新闻记者采访到 参与该剧剧本为读 为其提供指导的某高校植物学专家 进行专业解读 剧方工作人员则回应 上游新闻记者称 该剧另外就是一部爱情剧 其他不方便回应 还有粉丝评价 这是不轻松好下饭的剧 才看两集就笑裂嘴 云美人实在是太抓马了 浮化到场景满分 偶像剧就该有偶像剧的样子 云美人还是有小兰花的影子 可可爱爱 在两个人的小森林里 于书欣和张冰冰吻戏不少 官方日前示出两人 在沙发上扑倒接吻的花絮片段 只见二人积稳道忘我 于书欣的眼镜更是被撞歪 让她忍不住扑持笑场 粉红泡泡立刻破灭 张冰冰更没好气问她 你扑着啥呢 你搞笑 于书欣笑到爬不起来 更抗议表示 你把我眼镜都推上去了 于书欣还是张冰冰心目中的美宝 17日张冰冰特意晒出于书欣美照说 分享一下工作中的美宝 有网友打句 我也不想课CP啊 可是她叫她美宝诶 两个人的小森林 剧情搞笑 也不缺感动人心的场景 不得不说张冰冰的颜值真的很高 于书欣很可爱 两人放在一起也很有CP感 虽然这部剧依旧是女追男的戏码 但与以往的同类型电视剧 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而在日前播出的剧情中 还涉及到了此前十分大火的 女追男戏剧 就是李线和杨子的亲爱的热爱的 原来是两个人的小森林中 女主与闺蜜李甜甜在聊天时 聊到了关于 男女朋友双方见父母 是怎样表现的这一话题 而此时李甜甜在家中 正在观看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 而这部剧也刚刚好播放到 男主李线想邀请女主到家中 理由是爷爷说想你了 问小鱿鱼方不方便 而我们知道杨子在这部剧中 对于李线几乎是言听计从 因此她的回答自然是方便的 这一波狗粮可以说是来得猝不及防 也因此引发网友对这两部剧的比较 在小森林中 男主庄教授可以说 与李线饰演的韩商言十分不同 他对女主与美人可就没那么言听计从了 虽然这两部剧一开始都是女追男的戏码 但是李线在剧中毕竟有众多主攻 比如李线的爷爷就是一个超级大主攻 有了来自家长的压力和期盼 男女主的情感发展速度